第303章 海神 大海 老师 走 大师兄 你们继续留在这里修炼 唐三向武兵记打了个招呼 立刻和张浩轩腾身而起 向山谷外而去 张浩轩此时此刻都能感觉到身体在不停地有刺痛感传来 自己就像是一个被吹起来的气球似的 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出了山谷 唐三背后金光闪烁 一双巨大的金色翅膀从背后伸展开来 正是金棚变 老师 上来 我背您 唐三向张浩轩说道 这种时候张浩轩自然也不会跟他客气 立刻浮在唐三背上 唐三背后双翅震动 金棚变发动 速度陡然暴增 八阶层次的玄天宫之力催动金棚变 速度奇快无比 直奔远方而去 他此时飞行的方向是东北 金棚变得急速提升起来 绝对是所有飞行类妖怪之中速度最快的 金棚展翅九万里 那金色的身影宛如流星感悦一般 张浩轩凝神内视 感受着自己体内那爆炸般的能量苦苦地支撑着 心中也不禁苦笑 组织内还是有一些神级层次强者的 譬如思如 思如当年是如何突破的他也详细地询问过 但在他的认知中 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突破之前是到他这种程度的 把自己弄得跟个气球似的 这叫什么事啊 但他此时却有些好笑的感觉 自己这样的状态固然不好 但似乎突破也不用酝酿什么 也不需要去努力地催动能量去冲击 现在他就像是食堵屁股门的感觉 只要事宜放松 立刻就能喷勃而出 唐三飞行的速度极快 几乎没过多久 张浩轩就听到了海浪的声音 唐三 你小心点 无尽蓝海之中海腰横行 千万要小心 张浩轩赶忙提醒道 但他不知道的是 当唐三看到眼前这一望无际的大海时 内心又是怎样的感受 映入眼帘的是无边无尽的蔚蓝色 有浅入深 清澈的海水一眼似乎就能看到下面的细沙 柔和的海风吹袭 带着湿润和海洋特优的气息 天空中 偶有海鸥飞行 发出一声声轻悦的鸟鸣 大海深处 深蓝色的海洋似乎充斥着无尽的神秘 浓郁的水元素在空气中弥漫 隐约中 大海内还有庞大的生命能量在涌动着 那自然是无数的海洋生命聚集在一起才特有的迹象 大海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大海 尽管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十几年的时间了 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的海洋 这里所有的一切对他的触动是相当强烈的 唐三深吸口气 老师放心 背后翅膀再次拍动 带着张浩轩继续向海洋深处飞射而去 额头处 一点金光悄无声息地亮起 那金光并不强烈 但却清晰地感受着下方的一切 而那波涛汹涌的大海说也奇怪 唐三所过之处 尽是一片风平浪静 似乎连一点浪花都没有掀起 无尽蓝海深处一只只海妖下意识地抬起头 他们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 发自灵魂深处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仿佛这无边无际的无尽蓝海 在这一瞬多了一种特殊的神韵似的 让他们每一个都有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下一刻 大量的海洋生物开始朝着海面之上奔涌而去 带着喜悦与期待 快速地游异着 一抹淡淡的微笑 浮现在唐三的嘴角处 在他脑海中不禁浮现起前世的种种 他还清晰地记得 自己经历了艰难的九种考核 最终站在那神殿之中 握住了那柄象征着海洋全柄的黄金三叉戟 在他拔出三叉戟的那一刻 他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神位 是啊 曾经的他 前世的神王 他的神底之位 不正是海神吗 他是海神唐三啊 来到这一世 带着那一点神石 依旧是依托于海神神底之位而存在的神石 海神依旧在 他还是那个海神 同样是大海 同样是如此的亲切 来到这里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神石是如此的活跃 如此的亢奋 在这个地方 他的神石被温养的速度明显在大幅度提升 在这个地方 就算他动用一定的神石之力 也能得到快速的补充 因为 大海本身就是属于他的主场 是他应该去主宰的那一方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他坚持要带张浩轩来这里突破的原因 因为在这里 他才能完全地去守护自己的这位老师 浮在唐三背后的张浩轩突然有了一些奇异的感觉 之前听到的海浪声消失了 明明还有海洋的气息存在 可是 为什么一切却变得如此平静 这是怎么回事 他下意识地从唐三的肩膀处探出头来 然后他就看到了终身难忘的一幕 平静的大海宛如湖面 竟是不再有半点涟漪 而就在那平静的海面上 密密麻麻的一个个 各种各样的头颅探出水面 那是各式各样的海鱼 海龟 海豹 海象 它们有的身材瘦小 有的体型庞大 但此时此刻 却都是探头在海面之上 默默地注视着它们 或者说是注视着唐三 在这茫茫大海之中 庞大的海洋生物一眼望不到边际 一滴冷汗 几乎是下一刻 就顺着张浩轩的额角处流淌而下 唐三似乎是感受到了老师的紧张 下一瞬 他仰起头 一声长啸从他口中发出 与此同时 他额头上的那一点金光 也随之变得闪亮起来 金色的光圈以他的额头为中心 迅速向外扩张开来 长啸在海面上远远传去 顿时那些密密麻麻浮现在海面上的海妖们 纷纷重新钻入大海之中 让这大片的海面重新变得平静下来 但是那浓郁的生命气息却是飞速朝着唐三 它们这个方向汇聚而来 老师开始吧 唐三向背后的张浩轩说道 张浩轩的表情有些怪异 你 你是海妖 唐三无奈地道 您想多了 我就是人类 纯粹无比的人类 您不是早就查看过了 只能说我和大海有所亲和 没时间解释了 您先突破再说 等您突破完了 咱们回去以后我再给您解释 嗯 张浩轩脱离唐三背后 在这个时候也容不得他多想什么了 一头短发骤然变成了火红色 浓郁的火元素从他体内迸发而出 烈焰魔失血脉在体内生疼 令他的身体瞬间变得睽萎起来 在血脉之力的承托下 他悬浮在半空之中 身体周围 熊熊烈焰生疼 双眸也随之变成了赤红色 一直被压制在体内的澎湃气血之力 尽情地绽放着 唐三拍动金翅 飞到较远的地方 默默地注视着张浩轩的变化 帮助张浩轩度结成神 对他来说也同样十分重要 这是他了解这个世界的重要时刻 唯有更加了解这个世界 他才能够尝试着与这个未面沟通 寻找自己未来成神的办法 张浩轩深吸口气 仰天发出一声咆哮 顿时 金红色的烈焰冲天而起 灼烧的半边天空 似乎都变得扭曲起来 完 作者 唐家三少 记得 算了 就这样吧 再谢咯 祝大家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过日子